基隆黄色小鸭虽然已经是洗过澡了 不过第二天还是有一半脏兮兮的 主要是因为市区的灰尘比较多 所以让刚变干净的黄小鸭又脏了 另外呢 在这段时间 阴雨绵绵 加上基隆海洋广场的洞线乱糟糟 指引不足 全靠一个天桥疏解庞大的人潮 也扫了游客的限制 黄小鸭的基隆型一波三折 要如何的吸引人潮与商机 也考验着黄小鸭的人气和魅力